本频道提供骨筋中外的养生 健康 理疗 草药 按摩等方法 如果您喜欢本频道请点击下方的小铃铛 关注并转发 视频最后有资料赠送 谢谢 近日身边有好几位朋友和同学的老父亲 老母 亲因新冠去世 本来一个区区病毒 也就是袭击 三阳的疾病不至于如此 但是许多老人家有机 处病 去世的老人中 有心衰 肺癌 胃癌 患 心病 中风等各类本身基础病 导致疾病从三阳 迅速传遍到三阴症 加上输液等一系列损伤氧气 这行为导致两三天之内 病情迅速恶化 最终 刷手人还 甚为可惜 所以借此机会 我打算用三期内容 跟大家探讨 探讨新冠加重症基础 并导致的极微重症如何去解 绝合治疗 建议多转发 收藏 一杯不食之需 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方计 就是破格救心汤 破格救心汤的方计组成为 父子三十到二百克 甘江六十克 致甘草六十克 高利参十到三十克领肩 浓之对福 山鱼肉六十到一百二十克 生龙母粉三十克 活瓷石粉三十克 舍香零点五克充福 这里的伎俩 可以随病情变化而变化 舍香如果真的无法 找到 或许可以用白纸替代 今天讲讲破格救心汤 正所谓生死关头 度阳为药 这是被诸多医家 再誉为当代重景的 李克老中医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 疾病直中三阴的时候 往往伴随着躲 脏气的衰竭 李老所创立的破格救心汤 让许多患者 从死神的手中存活下来 李克老中 也也因此被称为 中医界的ICU 李老以善用 父子而著名 一味大心大热之品 在他的手中 成为了披荆斩鸡 所向无敌的回扬神药 连用李老本人的论述 本方可晚垂局之阳 就暴脱之阴 凡内外父儿各可危重急症 或大吐大蟹 或兔女便血 妇女血崩 或外感寒温 大寒不止 或酒病气血耗伤 殆尽 导致阴结阳亡 元气暴脱 心气暴脱 心衰 休克 生命垂危一切心原性 中毒性 失血性休克 急急症导致循环衰竭 症见冷汗淋漓 四肢冰冷 面色黄白或尾黄 灰白 唇 舌 指甲轻刺 口鼻气 冷 喘息抬肩 口开目鼻 二便失静 神识昏糊 气 息炎炎 脉象沉微耻弱 一分钟五十次以下 或散乱如丝 以及古代一级锁宰心 肝 脾 肺 肾 五脏绝症 七怪脉绝脉等必死之症 现代医学 放弃抢救的垂死病人 肝心跳未停 一息尚存者 急头本方 一小时起死回胜 三小时脱离险境 一 昼夜转为为安 本方重用山鱼肉和三蛋 本方重用山鱼肉和三蛋 肝之气 蜀绝因风目之气 煽动而出现 又明明 门香火 雷火 所以通过三蛋和山鱼肉 来故魂魄 放脱变 据目前许多病人症状 事举近日锁开临床一方 高利参三十此处 范京福老师特地强调 药油 高利参 国产红参用量需加倍之 龙果三十 牡利三十 此时三十生半下 九十生麻黄 三十复片 九龄细心四十五 后五分入 甘将四十五 贵之 四十五 五味子 三十赤勺 四十五 炙草 六十 炙子碗 三十 冬花 三 十 可白果二十生山鱼肉 一百二十 生姜四十五 大枣十二 生其一百二十五 请不吝点赞 收藏并转发 本频道为您准备了上千本中医古籍扫描版 如您需要在下方留言请我们会发给您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